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韩丽一看到此花后立即惊喜地想到 但是当他目光一转落到了紫色石壁的下面的时候 韩丽的眼色就苦了起来 那里竟然有一只树尺长的巨型蜈蚣趴在那里 看他身上漆黑闪亮的尖壳 树尺长的触须 猙獰可恶的造型 韩丽可没动手心里就万分发毛了呀 他虽然还没杀过毒虫之类的妖兽 可关于他们的恶名早就耳闻得太多了呀 据旁人所讲 毒虫类妖兽比那些同鸡的猛兽飞禽类妖兽难缠多了 而且大多会些比较偏门杀伤力极大的毒术 动不动就能让人身中毒一命无辜 所以没有必要的话还是尽量的不要招惹此类妖兽的为妙 眼前的这只蜈蚣如此之大 最起码也应该是终结妖兽 这搞不好啊 是上街的也不是没有可能 这怎么能不让韩丽倒吸了一口凉气 呲牙咧嘴了好半天 现在可不是他要招惹对方 而是这只蜈蚣妖兽 已经藏了这些紫猴花的守护兽了 如果不解决掉这只大毒虫 想采摘石壁上的灵药 纯粹是吃人说梦啊 韩丽收敛了自己的气息 将头缓缓缩了回去 尽量将动作做得迟缓 不去惊醒的看似还在熟睡中的巨大蜈蚣 他紧靠着石壁 微皱起双眉 低头思量起应该怎么对付 妖兽的完全之侧 硬依仗几件顶级法器的威力 蛮感硬上 也不是不行 光是寄起金光砖福宝 他就有十足的把握 能一砖就将那妖兽拍扁了 但是此次厮杀后 他的法力恐怕就要消耗不少 无法再保持自己的最佳状态 要知道啊 那后面的路还长着呢 面对的危险肯定是会越来越多 而他因为要赶时间 又不可能再花费半日 另行打坐恢复法力 所以以法力的大量消耗 来换取这次的圣迹 韩丽并不怎么情愿 库斯冥想了一会儿之后 韩丽心头一亮 有了个不错的主意 在行动前呢 他先谨慎的身头看了眼那只蜈蜈 见他仍趴在原地一动不动 这才放下心来 于是韩丽微微一笑之后 就消失在了来路上的黑暗中 不大一会儿功夫 韩丽又满面春风的回来了 这一次啊 他身上的护照已经不见了 并且没有再做鬼鬼祟祟的举动 而是大摇大摆的 直接一拐弯 走进了蜈蚣妖兽所待的大厅内 韩丽这么大的动静 啊 那只蜈蚣妖兽 若还没有察觉 恐怕就不是妖兽而是蠢兽了 所以这仗血长的巨虫 立即警觉的冲着韩丽昂起了手 两只粗长的触须挥舞个不停 并发出了嘶嘶的怪声 让人看得是心惊胆颤啊 韩丽见词也不说话 一仰手 数颗小火球就习快的飞了出去 正好打到了妖兽的头 发出了一连串的暴力声 火光过后 韩丽清楚的看到 这个妖兽啊 被火球击中的头部 仍然乌灰发亮 竟没有在外壳上留下丝毫的痕迹 这让他惊讶不已 看来一些人说的没错啊 这毒虫类妖兽 果然极为的难缠 巨蜀功虽然没有受伤 但却已经被韩丽刚才的挑拨 给彻底的激怒了 他嘴边两只锋利的獠牙一分 一股红色的毒物就从口中狂喷了出来 气势汹汹的向韩丽铺天盖地的涌来 看其架势 大有要把韩丽化为毒水的意思 韩丽呢 自然不会傻傻地待在原地 让这些一看就知奇毒无比的东西沾染成丝毫啊 没有了护照拖累的他 脚尖一点地 立即比毒物快那么几分的速度倒飞出了大厅 然后转任就像来路狂奔而去 似乎因惧怕此妖兽的毒物而要落荒而逃了 他距无过自然不那么轻松地就会把韩丽放火 他左右无数的手脚一见极快的蠕动 其身形竟如风一样地追出了大厅 看其速度完全不下于正奔逃中的韩丽 这可让回头望了一眼的韩丽大吃一惊啊 急忙又加了几分身形 才又将这蜈蚣怪兽甩开了一定的距离消失在了轰道内 巨蜈蚣 一阵低声的嘶嘶怪叫 毫不迟疑地紧跟了过去 这条通道啊 这个怪兽已经走了无数次了 自然比韩丽熟悉得多 所以不大的功夫居然追了上来 已清楚地看到了韩丽的背影 蜈蚣妖兽大喜啊 手足挥动得更加急速 恶狠狠地一路往前猛冲 而就在这个时候 对面的韩丽突然停住了脚步 居然回过头来笑嘻嘻地看着妖兽 不再向前奔跑 似乎完全放弃了逃跑的念头 如此一来 巨蜈蚣 眨眼间就窜到了离韩丽只有三四丈的地方 他正要大喜地用獠牙 把眼前的这个人撕得粉碎的时候 腹部忽然传来了一阵剧烈的疼痛 让他身形一顿之后 马上痛苦难当地满地打起了滚 接着大量的黑色毒血 从身上迅速地远出来 流淌一地啊 原来不知道什么时候 巨蜈蚣最薄弱的腹部竟被以锋利至极的利刃在不知不觉中给整齐地抛开了 竟给这个妖兽来了个大开膛啊 如此的巨大的伤害啊 就难怪巨蜈蚣如此的痛苦了 而站在一旁的韩丽当然也不会放过打落水狗的机会 他一抬手一道圆形金光和一把蓝莹莹的飞刀就脱手而出 直接向巨蜈蚣两只粗长的触须 砰的一声 两件上田法器 现在触须砍了两个不大的小锅口就被清脆的崩开了 让韩丽一下子呆住了 好坚硬啊 几乎和中田法器的质地又就一拼了 韩丽暗暗侥幸 如果不是略施展了一些小手段的话 收拾这头巨蜈蚣还真得背一些手脚啊 韩丽见飞刀金箔不大奏效就顺手收了回去 但见此虫虽已受致命伤害 但是生命力太旺盛了 仍是在那里翻滚的不停 看来一时半会儿是不会挂掉 于是皱了一下眉 干脆身法一斩 急速地从妖手头上一闪而过 竟不再过问此寿生死 直接沿山洞的通道回到了石厅 石厅们 那几株青色的紫侯花还安然无恙地待在那里 这让韩丽满心欢喜 他从土袋内取出了树枝大小一样的玉盒摆在了地上 这才记起飞刀 急起小心地把那紫侯花 连其根下的小块紫色石都一起弯了下来 然后用飞刀平拖着飞回了他手中 而被他放入玉盒内仔细地封存盖号 当所有灵药都被韩丽一采摘完毕 火荡收好之后 他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心神大定下来 吃了个懒药 再随意地扫尸了一番石厅 确信这里的确没有被遗漏的东西 才不慌不忙地走出了此地 当韩丽陆经巨蜈蜈受重创之地的时候 那妖兽已经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 彻底地死去了 其身下流出的大滩黑毒血 让这一节山洞内都弥漫着一股让人呕吐的怪味 韩丽闻了他有些头晕脑胀之感 韩丽一惊 知道这是毒血毒性散发到空气中所致 所以赶紧扶了一些清零散下去 这才让不是敢消退 他走到无宫身体七八丈远的地方就停了下 接着放出飞刀 在他身上乱戳的七八下之后 看起真的没动作分毫 这才放小心了 继续过去 但是刚走了起步 韩丽身形一顿 一弯腰 从地上拔出了一把黑漆漆的短刃出来 他用两根手指将刃口中的黑泥轻轻一抹 短刃立即金光闪闪起来 原来韩丽能一下子让蜈蚣腰臭的腹部就轻易的划开 竟是在消失的那段时间内 把这金刃费力的抛开着蜈蚣背部的外壳来 没多久 几块数尺大小的硬壳 被韩丽硬生生的切了下来 被他小心的收进了储物袋中 这些足可以抵挡顶级法器权利机的东西 可是难得的好东西 如果做个简易内甲的话 肯定能对自己大有用处 其实按照韩丽的本意 恨不得将这蜈蚣的所有外壳 全都切割了下来带走 但是如此一来就太耗费时间了 而时间对现在的韩丽来说 是最奇缺的 所以韩丽带着点遗憾出了山洞 并马上向下一个早已拟定好 踩在那里 同样也应该有一些还未成熟的天灵果才对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就在韩丽马不停蹄的按照计划 搜集各种还没有成熟的灵药的时候 其他几处众所周知的有灵药成熟的地方 却爆发了精锐弟子间的大冲突 毕竟能够预知灵药成熟地点的也就是这么几处 各派高手的大碰头 那是不可避免的 在离韩丽东南方向一个幽静的山谷内 就有三个人为了两株韩丽才到手的紫侯花 正僵持不下 其实这两颗紫侯花颜色不再是淡青色 而是艳丽至极的炫紫色 并散发着一股浓浓的异香 在这两颗紫色棋花的前边 还有一头长着火红独角的怪鹿 伸手两翻的躺在血泊之中 已经死去多时了 而怪兽尸体的不远处 只有三个衣衫各异的人 呈三脚位置站立着 但是谁也没有出手 似乎都对对方有一些害怕 你二人到底是何以 这只治脚鹿可是我独自杀的 灵药应该归我才对啊 说话的是一个二十来岁的蓝山青年 长得面目英挺身材修长 他一手持一把青色飞叉 另一只手呢 拖着一颗黄色的珠子 两屋上面灵光耀眼 一看就知道是顶级法器 难怪此人能独立击杀那头看似不凡的上街妖兽 道兄 没想到今年又见面了 你我还真是有缘分啊 这次说话的呀 是一位守主拐杖的凡人青山老者 看似慈眉善目 一脸和蔼之色 但却对那青年的质问 根本不加理会 反而和另一位中年道士说上了话 是啊 我也没想到青年还会和李施主再碰到一起啊 道士背着一把带翘的简朴长剑 神情自若的说道 同样的也没瞅青年一眼 天鹊宝的青年大怒 他自小 资质不凡 家世显赫 人又长得英俊潇洒 从来到哪儿都是被人瞩目的焦点 可现在却被这两个家伙如此的羞辱 怎么能不让他恨一大声 可是还没等他再开口说什么 老者和道士下面的几句话 立即让他脸色大变 好了 就是咱就不用提了 哎 如今这有两株灵药 你我二人正好平分 一人一株怎么样啊 老者没说什么废话 向对面的清虚骨道士 发出了联手瓜分灵药的邀请 中年道士文言 脸上没有惊讶之色 略一沉吟之后 就点头应允道 哈 也好啊 我等实力差不多 这拼到下去 也是个两败俱伤的结果 得 就这样吧 我没意见 清年把对面二人的对话 听了个一清二楚 心里是又惊又怒啊 对方二人一联手 他虽然自负 法器威力其大 但也知 绝不是对手 但要就此放弃 即将到手的灵药 他说什么也不甘心啊 于是 脑中一阵急转之后 清年忽然身形向后击射 直奔两株灵药而去 他又一把抓起灵药 再马上逃之夭夭 找死 清年刚一起身呢 那青山老者脸色一沉 一仰手竟把手中的拐杖 扔了出去 化为了一条青光直奔青年而去 这拐杖 所化的青光太快了 就那么闪了闪 就后发至人的 到了青年的前面 拦住了他的去路 青年大惊啊 这 这是什么法器 怎么这么快 不过事已至此 他已不及多想 一抬手 手中的青色飞叉 就迎了上去 身形 却丝毫不停地 继续向前奔走 看来不拿到灵药 他是不会罢休的 小友 已经迟了 还是速速离去的为妙 不要逼频道 今日大开杀戒哟 青年还没走出两步 身后就传来了 道士 不温不躁的声音 好像就贴在他身后一样 让青年吓得是浑飞天外 青年脸色 煞白地回过了头 果然呢 那道士就离他 只有一仗开外 正笑吟吟地望着他 脸色苍白的青年不再言语 立即调转方向 向谷外狂奔 连头都不敢再回望一下 他心智啊 自己和这二人的实力 那悬殊太大了 再打那灵药的主意 只是找死而已 对方能放他一马 已经难以置信了 刀星的灵狐步 比以前更厉害了 哎呀 真是出神入化 出神入化呀 老者见道士放过青年一马 大感奇怪 但也为出手阻拦 反而称赞起了对方 没什么 雕虫小技罢了 道士淡淡地望了一眼 青年消失的背影 慢悠悠地说道 李施主是不是看频道 放此人离去 有些奇怪呀 中年道士沉默了片刻之后 突然开口说 呵呵呵呵 说实话嘛 是有那么一点 小家伙的法器不错呀 我看了都有些动心的 老者倒也并不掩饰自己的心思 直接了当地说 施主趁早 打消此主意的好 这个人 可杀不得哟 道士皱了一下眉 略带警告地说道 青山老柳文言 脸上闪过一丝诧异的神色 但是并未开口问什么 他知道 既然话已经说到这里了 以对方的为人 那么后面的话 他肯定会为自己解释清楚的 但是当道士说出了原因的时候 就算老某深算 自诩一直很沉稳的老者 也不禁大惊失色 他没有想到 这个青年的背景这么复杂 这如果当初自己忍不住 一刀杀了这青年 那以后的麻烦 可就大了去了 依自己现在的水平 还真惹不起 这家人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九十四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